沙伯 囂張 油價 狂蟹 40美元不遠了 上月底油價跌破每桶70美元關卡 已經很下課了 沒想到 短短兩週已見五字頭啦 是五年半來 手智這麼崩潰 你看 從六月高點每桶102.04美 半年來腰斬 摔到每桶59.20美 蛤 你問我誰搞的喔 還不就是納米耍無賴 就他啊 沙烏地阿拉伯石油部長納米 身為最大產油國 所以他在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講話最大聲啊 全球需求大減 OPEC自己都預料明年降至12年新低 納米卻拒絕用減產來撐住油價耶 唉 說穿了 立志當頭的他 就是不屑美國頁岩油同業爽爽賺 還在公開場合反嗆 那我在市場賣油為何要減產 你說 納米囂不囂張啊 投資人都看摔 油價整個失控 一路狂洩 專家就警告 等著看吧 OPEC再不團結達成共識 油價下探40美很快就到了 洞新聞綜合報導